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宏观经济形势仍然是大家关注的调整 我们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情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上 国际优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资金内容相当多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CP0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经济半小时 我是主持人宇飞 前几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的栏目对淮河的非法踩杀 导致河岸坍塌 危急淮河大堤 以及长江嘉陵江上游水库 年久失修 存在着防汛重大隐患进行了报道 今天我们继续对各地提防安全的调查 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 会同民政部发布了最新的洪涝灾情 截至7月20号 全国已经有2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是遭受到了洪涝灾害 100多个县级以上的城市是部分受淹 受灾人口数是达到1.13亿 因灾死亡701人 失踪347人 而直接经济损失是达到了1422亿元 先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今天长江上游干流水位已经降到警戒水位以下 但干流中游监力至成宁基降段 九江河段 以及洞庭湖鄱阳湖继续还涨 受洪水影响 各地洪涝灾情仍在发生 在河南南川县的一个河道 洪水把一名中年男子和四名群众分别困在两个小岛上 消防官兵赶到后奋力游过洪水拉起救援绳 准备用气垫船把被困群众解救出来 但洪水太大 最后消防官兵动用两条救援绳才把被困群众救出来 而在重庆凤捷 暴雨导致河水暴涨 三名游泳的村民被困在不足一平方米的孤岛当中 危机中 救援人员把绳索和安全腰带抛到岛上 最终三名群众被安全救上岸 目前虽然长江上游干流水位降到警戒水位以下 但强降雨却又突然袭击了东北的吉林和辽宁 导致二百多万人受灾 吉林多个地区水库出现险情 辽宁铁岭胜利河阿吉段河堤绝口 在前往河堤绝口现场的图中 记者看到洪水已经漫过了这座小桥 这位骑摩托车的男子也掉进水中 由于洪水水势太大 男子及救援群众很快被冲进一片玉米地里 情况十分危险 但不久救援人员迅速赶到将两人救起 此外记者了解到 在这场洪水中 辽宁倒塌房屋五千二百多间 吉林倒塌房屋五百多间 另外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专家的预测 长江三峡可能于28号迎来下一轮洪风 洪涝灾害还有可能继续发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面对着严峻的防汛抗洪形势 温家宝总理昨天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 在会议上他强调 要确保大江大河大中型水库重要基础设施的防汛安全 而中小河流防洪标准低 小型水库渡汛难度大 山洪灾害防止薄弱 也必须要引起高洞的重视 要尽快启动水利重点薄弱环节的工程建设 那么中小河流的防汛当中究竟存在着哪些弱项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在湖南的调查 1998年中国遭受特大洪水 直接经济损失高达2500多亿元 12年后中国再次遭受洪水袭击 洪涝灾害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 直接经济损失就已高达1400亿元以上 此外这两次大洪水的形成原因惊人的一致 那就是气候异常雨水过大造成的 而面对一栋栋房屋被洪水冲倒 大批群众被迫离开家园进行转移 蒙受了巨额经济损失的情景 湖南长沙县一位水利工作者认为 如果上游数量庞大的山塘水库 都能够发挥足够的蓄洪能力的话 也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洪水的危害 为此记者也来到了湖南省长沙县金井镇 在当地老百姓把这种库容比较小的水库叫做山塘 而这个大约有着3000厘方米蓄洪能力的山塘 不仅淤积严重 同时也长满了浮屏和水草 大大影响了山塘的蓄水能力 这个雨塞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你看这个塘的这个面积 已经有将近一半 全部都被雨塞完了 没人管理 大家伙都在用这个水 但是却没有人管理 没人管理 而在金井镇的另一个村 记者看到这个山塘也是淤积严重 这个塘的库容啊 受这个农民建防 以及这个土地开发 这些发明这些影响 造成这个水土流失 雨塞很严重 这个山塘的淤积 大家看到很触目惊心 大约已经淤积了三分之一 你看这个样子 此外在附近的小平原 一些老乡也告诉记者 大量具有防洪抗旱功能的平塘 被填平搞成了稻田 大量的水体被被被侵占 水面减少 所以防洪调去的能力降低 所以说一到星期下暴雨的时候 这个排涝排涝的成本也好 排涝的压力都增大了 张登武告诉记者 仅仅在湘江的一级支流 唠刀河流域 就有着三万六千多口山平塘 这样的山平塘蓄水能力 高达1.68亿立方米 这一数字超过了这一流域 119座水库 1.2亿立方米库容的总和 但现在又超过三分之二的山塘 由于年久失修 平均淤泥厚度达到0.5米 采访中 长沙市市长张建飞告诉记者 长沙市一共有22万口山平塘 总体库容在10亿立方米左右 比全市600多座水库的总库容还要多 但是这22万口山平塘 大部分都处于严重淤积 无法调度 无法抗洪的状态 这会给下游河流 带来非常大的防洪压力 这样雨量你没办法控制 对吧 那么加强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呢 一个是你增加你的蓄洪能力 不要让它瞬间就成为洪水 第二个增加你地方的设施的安全 使得它有洪水 危害没有那么大 今年6月第8次降雨给捞刀河上游 带来了10,680万方的雨水 如果捞刀河流域的山塘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能够配合水库发挥调度功能的话 短时期内将少给捞刀河干流下泄洪水 2450万方 这相当于把四分之一的降水都拦截到了上游的山塘和水库中 可以降低捞刀河干流洪水水位0.86米 大致相当于把100年一遇的洪水降到50年一遇以下 真的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原来分布在丘陵地带不起眼的山塘 竟然会拥有这么巨大的蓄洪潜力 但是由于长期缺乏管理 淤积严重 甚至填塘造地 山塘防洪掉水的功能已经是退化了 其实山塘的命运也是很多地方基础水利设施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 为了更全面的了解整体防汛的情况 我们决定从唠刀河源头顺流而下 直到湘江 做一次全程考察 今年暴雨形成的洪水 也对我国江河堤防提出严峻考验 6月21日 江西府河率先决堤 十多万群众被困 被洪水淹没的农田达135万亩 7月11日 安徽安庆市境内 长江支流大沙河下游 百年河段堤防 发生多处坍塌溃破 慢堤溃破险情 10天后 辽宁铁岭胜利河阿吉段 河堤绝口 从近年发生的汛情看 大江大河往往能够安全渡汛 而一些中小河流 却为什么显向频出呢 记者在长沙听到了这样一种解释 不要人水争地 有一句话 不给洪水一出路 它就不给你生路 国内一些江河地方 开始出现绝口溃堤 一定程度上和洪水的高度有关 采访中张灯武告诉记者 为了扩大农田 湖南等很多的河流 都人为的拉直了 这也是造成洪水水位 越来越高的原因之一 张灯武告诉记者 长沙有一条文明全国的 刘洋河 在快智人口的歌曲 《刘洋河》中 明确唱出了 它有九道湾 但现在 这条河流 只剩下了三道湾 其余的六道湾 都被人为的拉直了 我们的刘洋河 原来有九道湾 你像我们这里有湾 这个地方是 是刘洋河的一道湾 这里是一道 这里有的一道 然后这里面也有一道湾 你像这些地方也有一道湾 然后我们的原来九道湾 现在通过采访取值以后 现在我们只有三道湾 从防洪的角度来说 我们原来水该呆的地方 现在水不能呆了 所以一遇到 上游遇到强降雨 遇到洪水的时候 我们的水没地方呆了 所以只能够约束到 窄窄的河道里面 水位就抬高了 所以我们要加大 这个堤防的建设 要投入很大的人力财力物力 来加工这个堤防 此外张登武还告诉记者 河道改值不仅提高了洪水的高度 同时通过河道改值 把以往的湿地突破改造成农田后 更造成了洪水 没有地方可去 刚才我们画的这些绿色的区域 以前都是洪水来的时候 洪水呆的地方 但是现在这些地方 然后被开含为农田了 为了使这个地方能够产生粮食 所以说我们修了很高的 然后这个堤 很高的堤吧 堤防就越水越高 所以说水就不能再进入这些地区了 它就没有地方呆了 它只能然后通过河道往下盘 这样就造成了河道的 然后这个水越涨越高 对对对对 是这样吗 对对对 水越涨越高 滴就越越修越高 就这个逻辑关系 不然的话 它就阴掉这些农田 阴掉我们这些城市和极镇 在唠叨河的干牛现场 张登武告诉记者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圆弧形的河流 就是唠叨河的故道 这样天然形成的弯弯区区的河道 对防洪有着很好的作用 在防汛的时候 它这个弯弯区的河道长一些 容大水体的这个容量要大一些 然后因为这个河道是弯的 是弯区的 它的这个流程长一些 所以它的流速就缓一些 给这个低岸的冲刷 和这繁迅的压力 相对于说就压力轻得多 虽然弯弯区区的河道 有利于防洪 但遗憾的是 这条河道却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被人为的拉直了 在这段唠叨河的干牛记者看到 当时就是新修了这段大地 把河道人为的改成了笔直的 而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要圈出大量的耕地种粮食 拉直后的河流 也直接导致了洪水水位的提高 举例来说 假如一个弯弯区区的河流 河道面积是十万亩 静态情况下 即使上游带来一亿立方米的洪水 也只能会抬高水位1.5米 但是一旦河道被拉直以后 它的长度被缩短 河道面积缩小了一半的话 同样一亿立方米的洪水 就要增高三米的洪峰水位 这个水位就要抬高一倍 当然这是一个原理的一种推演 所以我们的防洪地就要越学越高 遇到相同等级的这种暴雨 相同等级这种暴雨 我们采完取值以后 比没有采完取值 这个洪水要推高很多 不管是填塘造地 还是将河道采完取值 背后都是同一种利益在驱动 那就是与水争地 可是争夺的结果 却往往是破坏了水资源调节系统的平衡 加剧了洪灾危害 到头来得不偿失 如何改变这种低越修越高 水患威胁却依然难以消除的被动局面 从根本上来说 需要我们重新来审视人和水之间的关系 一分钟的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水利部部长陈雷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曾经有过这样的一番表述 他说全国有三分之二的中小河流 达不到规定的防洪标准 在一般年份当中 中小河流洪涝灾害损失 占到了全国的70%到80% 死亡人数是占到了三分之二 显然中小河流治理严重之后 已经成为了防汛抗洪工作的一个薄弱环节 那么怎么能够减小中小河流的洪水隐患 把人治水变成人用水呢 我们来看看长沙市的做法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1998年 长沙遭受洪灾的画面 洪水已经漫到城市防洪大堤上 一些地势较低的堤院被淹 村庄成为泽国 这段惨痛的经历 深刻在每个长沙人的记忆中 但采访中 张建飞告诉记者 虽然人水征地拉直河道 造成洪水更加凶猛 但目前这种状况很难改变 因为我国粮食虽然连续六年丰收 但仍然处于仅平衡状态 要满足2020年的粮食总需求 今后十年 每年至少还要增产粮食八十亿斤 因此大面积退田环湖 恢复河流原貌 目前不太现实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要从上游主动制洪 关键就是要大力挖掘山塘的蓄洪能力 让暴雨不能直接转化为洪水 在长沙县 张登武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有了一整套 从上游制洪的思路 那就是想方设法在上游 切断和延缓雨水 进入江河的过程 为了说明这一点 他也带记者来到了长沙县 黄花镇东塘村 一口山塘边 他告诉记者 这口淤积了四十年的山塘 被清淤治理后 现在重新恢复了三十多亩水面 三万方的库溶 如果在一平方公里范围内 遭受持续降雨或大暴雨袭击 这个山塘就能发挥蓄洪的作用 如果说我们在讯息来临之前 预见那么四十五十公分 等到下暴雨的时候 这个山塘骨干山塘 这个急于灭迹的这个水 都可以在这个山塘里面 和水库里面 装起来 不给下游 不到下游去 不给下游造成这种防洪的压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 张登武告诉记者 长沙县的病险水库 基本上都得到了智力 在蓄洪方面 最有潜力可挖的 就是库溶超过水库总和的 五万三千口山塘 但要利用山塘蓄洪 有两个问题必须要解决 一是山塘的清淤和加固 二是点多面广的五万多口山塘 需要建立调度的体系 也就是说 什么时候放水 什么时候蓄水 要有人去管 去年我们清了六千口 今年我们清一万口 我们明年后年还要再继续 做这个山塘的清淤工程 此外 长沙市为了增强抗洪能力 还拿出资金 把容易受灾的低洼地的农民搬迁出来 重新把耕地恢复成水面 在增强抗洪抗旱能力的同时 稳定了粮食产量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农民搬迁之后 形成的松亚湖 在防汛期间 它能够提供一千五百万方的蓄洪能力 并有能力在汛期 把唠叨河洪水的水位下降一米 你不要瞎看这一米的这个洪水的水位 就完全的完全可能 有这种可能的 实现这种可能的 把我们遇到的洪水 从一百年域建到五十年域 或者把五十年域的洪水 建到二十年域三十年域 通过输清山塘 退田环湖 长沙登墙了农村地区 防洪抗旱的能力 从今年起 长沙市还会建立一个联合调度系统 根据降雨量的大小 来协调全市二十二万口山塘 六百多座水库的蓄水和放水 尽可能的将洪水转变成为 可以支配的水资源 当然我们也知道 水力设施工程巨大 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 长沙又是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难题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你们有没有测算过 这五万多口山塘 如果说都能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运行状态的话 大概需要多少钱 这个投入的话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这个我们 这个数字有 出并的宽算的话 要二十三十个亿 张登武告诉记者 除了山塘的建设和维护 在长沙县城区 仅仅六点九公里长的唠叨河大堤 他的修建和维护 从一九九八年以来 花费了将近一亿元 未来如果在郊区和农田段 也进行建设和维护的话 经济上将是很大的负担 要达到五十年约 或者说一百年约的话 要一千多万一千五百万一公里 这样 此外 如果加上流洋河 湘江江长沙县段 以及这些江河的支流治理 那么所需要的费用 至少也在五十亿以上 而2009年 长沙县的可支配财政收入 也只有二十多亿 在资金的压力下 现在的防洪思路 只能是先保城市 再保农村 张登武告诉记者 长沙县一年的水库 日常维修养护经费是二百万 平均每座水库 一年的维修保养费用 只有一万多元 红仁桥水库管理所所长 易学成也告诉记者 每四年支离一次 百蚁的花费是三十万 同时 每年的暴雨 也会造成一些设施的损坏 这都要花钱来修 年整好的话 也就是十到二十万 够了 年整差的话 二百万都不够 我们四百六十二公里的 主要干地的地方 很长的 这个旅程是非常大 凭一个市的 经济实际是很难 很难做到的 虽然资金紧缺 但为了实现 从上游防洪灭洪 长沙市自己研发了 山塘清淤机 这种机器 能把山平塘几十年的淤泥 排放到五百米远的稻田里 而在长沙县东塘村 这位村民也告诉记者 每亩山塘的清淤费用 大概是两千一百元左右 这里面长沙县补贴一千两百元 剩下的九百元 由当地受益的农民 我们就是定费 人工 以及 这个 一些 吉他的开支啊 伙食费啊 这些东西 还是滑的一点点 老乡告诉记者 农民除了出力之外 每户花了四百元 就把这个严重淤积的山塘救活了 他们都很开心 让他们更开心的是 清出来的淤泥比化肥还要好 为了证明他的话 他还在自家稻田里 拔了一把和苗和失了化肥的进行比较 张登武告诉记者 看到山塘清余好处多 现在很多农民都愿意出工出钱来治理 现在愿意投资进行山塘治理的 不只是农民 还有企业家 在金井镇脱甲村 记者也看到了非常漂亮的 连在一起的六口山塘 这就是当地承包农田生产茶叶的企业家 投资四十五万元建设的 他也产生这个很显著的效应 他看看有水源的 然后企业的环境改善了 然后自己的这个企业 自己农头企业服务的农民 也有了 多种投入之下 长沙县今年实现了五千口山塘的清余扩容 并计划在四年内 投资3.3亿元 完成2.4万口山塘的清余扩容 增加相当于三座中型水库的抗洪能力 另外 为了让这些山塘能够联动起来 还鼓励当地农民成立了农民用水者协会 通过收取水费 聘请专人管理点多面广的山平塘 美母说30亿 美母说30亿 这个水费还有维修费还有抗水工资等等 此外 为了给大滴水库山塘等水利设施建设 筹集更多的资金 长沙县也开始尝试资本化运作 胡立中局长告诉记者 他们已经制定了一个四年内 对水利投入11.78亿元的计划 所需资金的40% 由当地成立的水建投资公司解决 另外60%由县财政国家受益的农民分别承担 那么长沙县成立的水建投资公司 靠什么能够在四年时间里 拿出将近5亿元的资金呢 有政府发布土地 土地到这个水建投资公司之后的话 利用土地向这个银行部门进行融资 胡立中局长告诉记者 除此之外 政府还通过以往闲置贪图 内湖水利范围内的土地的重新确权 把这些地区的土地全部划播给水建投资公司 使得它的资产迅速达到几十亿元 水建投资公司拥有土地资源后 不是一次性出让 而是把土地作价入股和开发商 联合开发商品房 开发旅游 开发农家乐等 持续的获得收益 投入水利建设 每年靠这个分股的钱 分股的钱 就是股份 股份是分股的钱 我们当时那个时候 财政就是两千多万到三千六百万 这个水平的时候 我们的当时水印投的融资 可以达到七千万到八千万 目前虽然长沙县 通过融资的方式获得了更多的资金 投入水利 但是距离理想状态还差得很远 我们也希望更多的中央政府 在这方面加大这个投入 而且呢 坚持若干年 坚持多少年 有一些东西 它不是一年两年 不是很明显 三年五年十年 就会就会很明显 在中小河流的上游 也就是降雨密集区 多修唐宴水库 恢复自然湖泊 增加蓄水的空间 合理利用水资源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避免暴雨承灾的结局 其实这个原理并不复杂 但复杂的是 我们所面对的另一格局 不管是六七十年代的 以粮为钢 还是后来的房地产开发热 很多地方都是把手伸向了 湖泊唐宴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 湿地面积都在不断的萎缩 让位给了房子和耕地 也许和现实的利益相比 灾害的风险 毕竟没有近在眼前 可是既然这种风险存在着 它总归会有一天到来 而人们也总归会为此而付出 沉重的代价 滔滔洪水带给我们的 不仅是灾难 也是一次反思自己行为的机会 否则我们就很难走出 堤坝越柱越高 而洪水却越涨越高的拐圈 好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另外经济半小时 栏目已经开通了QQ空间 您可以加QQ号83083为好友 或者是直接访问我们的QQ空间 参加我们的互动讨论 稍后也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